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今天的命理名人堂 我们要讲到哪一位名人呢 就是我们之前担任我们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赖前院长 赖前院长自从他今年卸任之后 他有没有在准备要选总统呢 这一直是众说纷纭 没有他没有讲出他要选总统的意象 他也没有讲他不选总统 然而支持他选总统的名义 又一直都存在 那到底我们赖清德院长 他会不会去争取2020年 我们的总统大位呢 我们今天的命理名人堂 就来看一下我们赖清德赖院长的政治录 我们赖清德赖院长 生于己亥年鬼有月 心有日即时 无独有耳的我们赖清德赖院长 跟我们柯文真科市长 都是同年出生的好朋友 也公祝他们今年六十大寿了 那在振作吉亥年太岁的时候 对赖院长是不是比较不利呢 没有错 对他是比较不利 巴特 但是他跟我们的科市长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因为科市长他是站在浪尖上的 他是现在担任工部门 也就是我们台北市市长 所要承担的风险跟压力都非常大 那我们赖院长呢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工部门 可以自由自在想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也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位 所以是说目前赖院长他会受到我们的太岁的压力 是十分的小的 或许赖院长背后也有高人指点 那他在这个时候下来 其实对赖院长是最好的 那以赖院长的格局 他适不适合当来竞选我们的总统呢? 老师实际上来讲 我们不照我们的政治立场 以赖院长他的格局 是属于人中之龙的格局 以他的能力可以把他所管辖的地方治理的很好 他有这样子的实力的 他是能够做好他任何的市政 或者是行政院长的格局 当然过去的因为选举中的败选 那他必须要扛起政治责任 所以说我们先不去讳言是说 他过去的好或不好 我们就来论他过去未来的总统之路 对于今年要去准备总统大选来讲 也是对他是非常有利基的 为什么呢? 今年太岁当头座的状况之下 他没有担任工部门 但是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运作 去联络去思考 去行走基层 看看他是不是适合来选总统 以老师的看法 他在明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属于一个战斗的格局 今年他可以修身养习 明年就是他的战斗格局 以他的格局来看 那只要过了端午以后 他就会开始运作 到了中秋以后 那日渐明显 以明年的选战来讲 他有可能是总统、副总统 或者是整场总统选战的总操盘兽 这只有这三个部位 因为虽然总统大选的时候 是每一个战党都要全部都全力参加 但是赖院长肯定不是以党员的身份 去关心 以他的格局来看 明年他就是他的战斗之年 所以说他去挑战 总统、副总统 或者是总操盘兽 这三个位置中 应该会有其中的一个 老师比较看 这其中一个 当然他也有可能提到重要的位置 因为老师对于选战的布局不是很明白 那他有可能就三个的其中一个 那如果他去选总统、副总统 会不会容易当当选呢? 李老师现在 因为下年初 下年初今天的时间是2019年1月31号 我必须要先讲 免得到说有人说我影响我们的选战 你在2019年1月31号 老师看赖院长的格局 以他来说 他如果去参选总统或副总统的话 他的对手一定感到非常的棘手 无论他的对手是谁要跟他选 都会觉得赖兴得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为什么? 因为他明年的力量很强盛 我们赖院长明年的官格力量很强盛 他如果去做 刚才讲到的总统、副总统或总操盘手 对方打起来都是异常的艰辛 难打 所以说 当然 我们选总统 就是我们古时候说的天子 既然天子到时候会谁当选呢? 那就交给天翼 但是以赖院长的格局来看 他的如果加入战局 那这场仗 可是对任何阵场来讲都是硬仗 所以说我们赖院长 他在岁氏几亥年 今年的正珠路上 他就是比较低调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端午或中端午之后 他的声量会慢慢起来 到了中秋以后 他投入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 那甚至有可能在中秋节之后 慢慢的有一些劝劲的声音 要参选总统或副总统 但是这个前提是在哪里呢? 是在中选会公布选举时间 是差不多一定要在中秋节前后 或是最快要端午节后 才跟才去公布的话 那赖青的院长他才有机会 如果太早公布 那赖青的院长 他如果加入了选战 对他来讲 就十分不利了 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明年命令堂的分析 我是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